咖啡馆,凉棚下。 张元清抱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, 目光呆滞地望着街边, 路灯,车灯,店铺灯光, 交织成绚丽繁华的夜景。 许久,他猛灌一口, 然后叹息般的胸中灼气, 仿佛把精神污染全部吐了出来。 吞噬灵体提升实力, 好像是一条歪门邪道。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太一门的夜游神 不愿意吞噬灵体。 如果把世间比作苦海, 凡人就是其中沉浮的扁舟, 悲苦缠身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痛苦。 这些苦难会随着灵体, 一起转嫁给夜游神, 即使只是一小部分, 但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, 造成的精神污染极其可怕。 长此以往, 精神分裂都是轻的。 但好处确实立竿见影, 他现在的经验值是46%, 夜游技能的实现没有延长, 还是9秒, 但身体素质有较为明显的提升, 生命力、 治愈力同样有增长。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。 对了, 我还不知道那基老的死因那步,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。 他心有余悸地喝了一口咖啡。 清晨, 别墅。 足以容纳三十人的大型会议室, 父亲杨扫过长桌两侧, 眸光平静而深邃, 宛如积蓄着暴风雨的云层。 他容貌英俊, 有着世家公子的贵气和傲气, 面无表情实气场强大, 带给人极强的心理压力。 出动了五位队长, 十几名队员, 以及数十名治安员, 但还是让蛊惑之妖逃走。 父亲杨表情冷漠, 我对你们非常失望。 长条会议桌两侧, 作者本次行动参与者们, 五位队长和十二名队员, 李东泽和关雅就在其中。 面对执事及上司的批评, 队长们低着头, 不敢作声。 大鸡霸欲言又止, 还是没忍住, 低声道。 腹百夫长, 欧向荣似乎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污染了, 变得特别强大, 也特别疯狂, 这是我们失守的原因。 而且, 蛊惑之妖本身就是顶尖职业, 双引号。 傅青阳淡淡道, 失败就是失败, 任何理由, 都是懦夫拒绝承认自己失败的借口。 他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, 桌边的灵静行者们无人敢与之对视, 关雅除外。 关雅是低头玩这支甲, 心不在焉。 傅青阳继续道, 因为你们的失败, 事件升级了, 一个重伤的, 受到过邪恶之力污染的蛊惑之妖, 很容易彻底失控, 以蛊惑之妖的残忍, 必定造成大量伤亡。 如今整个松海市的灵静行者小队, 全部参与到了搜查中, 三天之内, 如果不能击毙欧向荣, 你们统统给我滚回训练营。 李东泽、 青藤、 唐国强等队长, 脸色难看得相视一眼。 傅青阳痴笑道, 当然, 在这件事情上, 我也很失败, 因为我对你们报以错误的期待, 高估了你们的能力。 所以, 接下来的三天里, 我会亲自参与搜捕。 欧向荣既然要寻找名册和圣碑, 她的目标肯定会转移到赵英军的家人或有亲密关系的女人身上, 沿着这条线去搜捕。 等下属们点头, 她看了一眼昂贵的万表, 道,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, 散会。 官雅留意下。 漫长的会议终于结束, 此刻已过饭点。 临近行者们颇为沮丧地起身, 朝长桌尽头攻身, 竟然有序地退出会议室。 五位队长领在前头, 身高1米9的大鸡霸压低声音, 怒道。 我不否认自己的失败, 但腹百夫常未免太过巨傲, 她根本不在现场, 不知道欧向荣的强大。 穿着紧身衣的她摸了摸胸口沁血的刀伤, 哼道。 我们在外面拼杀的时候, 她坐在别墅的手工沙发上, 品着美酒, 抽着雪茄, 享受着兔女郎的服务。 正说着, 三位兔女郎捧着点心上楼, 进入会议室。 别墅里服务的, 全是妙龄的兔女郎, 身段高挑, 容貌娇好。 白龙轻轻拍了一下兔女郎的翘臀, 压低声音。 我听说, 傅百夫常在白虎兵重里拥有极高人气, 他是四大公子李, 唯一可以和赤火帮那位公子一较高下的人物。 傅清阳是去年底从京城调到松海的, 据说下来历练几年, 积攒资历后, 再回京, 就是长老团预备人员了。 大鸡霸一听, 清哼道, 谣言而已, 我们的少主才是五行蒙年轻一代李最出色的。 青藤则看向李东泽, 李时常怎么看? 李东泽叼上一根卷烟, 喝了一声。 当然是因为有钱, 你们是这么想的吧? 难道不是? 其他队长看他一眼。 愚蠢。 李东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 用你们不太聪明的脑瓜好好思考一下, 真到了傅百夫常说的那一步, 如此恶劣事件, 总需要人背责任吧, 那么大的事, 回训练营就可以了。 傅百夫常说让我们滚回训练营, 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, 一旦发生最糟糕的情况, 所有的责任他扛下来, 我们不用被革职, 不会被追责, 只要在训练营带三个月, 即使我们搞砸了这么严重的事。 他掏出火机点上烟, 耸耸肩, 行了, 做事吧, 早点把欧像容那个杂碎揪出来。 会议室里, 傅清阳盯着修指甲的女人, 皱眉道, 李东泽说你受伤了? 关雅吹了吹指甲, 又从手包里取出化妆镜, 一边补粉, 一边说道, 你有屁就放, 我还要回去做事。 傅清阳冷俊的脸旁露出一抹无奈, 姑妈打电话给我了, 让你下个月回国, 见一见他给你安排的未婚夫。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跟他说得很明白, 我不会为了家族联姻的, 他自己愿意做家族的牺牲品, 不代表我也愿意。 关雅趴的和尚化妆镜, 道, 你们傅家人真没意思, 清阳啊, 早点掌权吧, 让老东西们养老去。 傅清阳沉声道, 你不想联姻, 就拿出点成绩来, 不要整天游手好闲, 白白浪费天赋。 家族的长辈们之尊重强者, 比如我, 比如他。 这样吧, 我把你调到其他队伍去, 常态区的三队很不错, 每年都能拿几次集体二等功, 你在那边镀镀金, 我也好有理由回绝姑妈。 李东泽的二队人才太少, 很难立功。 关雅皱了皱眉, 叹口气, 二队确实不争气, 我很难拒绝再说吧, 我们队里来了个小家伙, 挺有趣的, 让我再观察观察。 他把化妆镜收好, 拎着手包走向门口, 笑道, 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, 欧相容要是在松海大开沙界, 就是你履历上抹不去的污点, 他们会不顾一切阻止你进长老会。 表姐走啦, 拜。 清晨, 张元清背着双肩包, 走向综合楼。 他今天的行程安排是, 上午专业课, 中午和下午找老司机聊天, 不, 是找同事们交流感情, 增进友谊, 拓展社交。 三三两两的人流涌向综合楼, 刚到楼下, 张元清听见有人在叫自己。 扭头看去, 是李乐生和几个同班同学。 李乐生带着几名男生追上来, 面露期待地发出邀请, 我们打算和几个女生搞联谊, 就这个周末, 你要不要一起? 我听说你是松海本地人。 搞联谊。 周末的话, 就后天张元清月一辰吟, 道, 好啊。 李乐生和几位男生松了口气, 露出笑容, 那我们加个好友, 哈, 有你一起, 相信女生们会愿意出来玩。 我们也加一下好友吧。 我们也加一下。 另外几个男同学纷纷掏出手机。 张元清和同学们家玩好友, 众人一起朝综合楼走去。 李乐生笑道, 我听一位同乡的女生说, 昨天有志安元来找徐盈盈, 然后徐盈盈在宿舍里大哭了一场。 志安元? 发生了什么? 几位男生吃了衣精, 毕竟对大学生来说, 志安元是无比遥远的群体。 李乐生说道, 我听说, 是包养徐盈盈的那个有钱人出世儿了, 但具体的情况不太清楚, 志安元找他是打听那人的情况。 不会是倦款逃跑了吧, 现在经济不景气, 有钱人爆雷的例子不要太多。 有人猜测。 张元清听着同学们八卦, 目光扫过来来往往的学生, 不太拥挤的人流里,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那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漂亮女生, 披散着黑长直的头发, 化着精致的淡妆, 正是刚才话题的女主角徐盈盈。 她小鸟依人般的依偎在一个男人身上, 那个男人戴着口罩, 一头寸发, 眉毛稀疏, 口罩的上沿露出一小结巴。 张元清瞳孔舒然收缩。 欧向荣。 她在看徐盈盈, 仔细观察, 这时候, 才发现一些端倪。 徐盈盈表情僵硬, 看似依威在欧向荣怀里, 但更像是被她揽着肩膀胁迫着。